中央紧急公布7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造册施打6月季疫苗 里长是开心长辈有疫苗可打了 但也忍不住抱怨说之前帮长辈上网预约疫苗 变成是白忙一场 中央紧急公布75岁以上长者可造册施打AZ及莫德纳疫苗 中秋廉假期间里长马不停蹄前往公所领取通知单 并挨家挨户投递让长辈都能顺利打到疫苗 因为很多长者行动不方便 那因为自于我个人我想说还有一些独居的小儿子不在家的 那我都亲自按电影送到那个长辈的家中 那因为长者他又要下楼梯 又我又担心说如果楼梯走不好万一又跌倒还是怎么样 所有里长都亲自按电影送到府上 那也趁这个机会跟老年家都多关怀一下 但之前1922预约系统就曾开放长辈预约第二剂 由于年长者大多不懂电脑都来里办公室请里长服务 结果现在又变成造册施打 里长欢欣长辈都能打得到疫苗 但也忍不住抱怨之前中央政策不辨明 那这个上网的问题真的是搞得非常的非常的乱 不是说今天我就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长者有很多独居 有的不会电脑的 不要说电脑 手机就没有了 你这个手机号码 他们怎么登记 家里电话又不能用 那只有好多个里民 有个长辈 要用到里长的手机 也要有限 所以说我想说像中央这个问题 我始终尽量能做个好的改善 也不要列到某个单位 或者是我们里长 每个里长这样子 就是很冲刺的 变成造成说我们非常的困扰 又不明明的民众 又是要当场家在凶我们 为了帮助长辈预约第二季 里长连续几天守在系统前 结果变成白忙一场 难怪里长怨神载道